更新医院新店总院18号到22号举办爱心意卖活动 物品都是由医院职员、病患家属以及厂商和义工所捐赠的 借此汇集各界爱心筹措木林基金 用来帮助有急需的病患 更新医院新店总院18号到22号举办爱心意卖活动 筹措木林基金用来帮助有急需的病患 院幕部关怀师邱雅珍表示 新店总院每年都会举办爱心意卖活动 汇集各界爱心 也希望借此可以提供弱势民众源源不绝的协助 为了募得急难救助金 急难救助金就是为了协助我们住院病人当下的急难的所需要 可能他们短期的时候没有收入 我们就有这笔基金来帮助他们的生活费用 甚至于他们就在住院期间需要一些物品 我们也会提供用这个基金来购买物品来协助他们 比如说尿布一些看护店一些日常手续的物品来帮助他们 长条桌上摆满各式各样意卖的物品 包括了吃的喝的用的另外也有二手衣物样样俱全 院幕部指出这些意卖的物品全都是来自医院的职员 病患家属还有厂商所捐赠 另外也有义工们亲手制作的点心都相当实用 我们有一些就是电器类二手的用品衣物 那我们也有厂商来赞助我们 圆顺的厂商来赞助我们一些油品类面线类这样子 那这些物品还有一些我们志工自己 我们有一个一组的岳幕志工的一些妈妈们 他们有所做的一些产品也提供来义卖这样子 还有我们的志工当中有位绘画的老师来做一个手绘的 这个手绘的彩绘 皮包的彩绘衣物的彩绘 其实在现场你们都可以看得到 更新院期盼藉由义卖这样的活动 能够集结社会大众的力量 在这个寒冬里 为需要帮助的弱势病患们送上一份暖意 记者陈平正门奇 新店财宝报导